倫敬 那個女人要上門了 那其實真正的這個 就是說這個大火呢 燒死掉的人幾乎都是在二樓 也就是他們師安丁營業的地方 那廁所裡面死掉兩個女孩子 來不及逃生 還有一個女生是死在那個 發台還是就是櫃台的裡面 然後聽說呢 後來大火發生之後 竟然還有一個男生跑來這邊自殺 而且聽說這個男生是一個毒販 他就當初在這邊販賣一些就是那種迷藥 迷幻藥 就是迷奸一些女孩子的 就是他等於是犯毒傷就對了 有人說他是被抓來那個 就是回到這邊來自殺是抓交替這樣子 那我們也是因為聽到附近的居民 他們說他們每次 只要經過這裡一定要繞道而行 因為他們不敢接近這個地方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三個女孩子在這邊抓交替 他們一定要抓到一定數量的人的時候 聽說才可以去投胎 那所以我們這次也希望說 藉由婷婷下二樓看看 他們這個船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根據以往的經驗 兩高鐵的亡靈通常含有叫聲的怨念 這會不會就是此地一直不平靜的原因呢 婷婷很快就感應到了 後面才可以放一些餐廳 什麼的 後面才可以放一些餐廳 你們 知道 我知道 怎么了 怎么了 有东西摔破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画面也没有看到 这我真的很害怕 什么 怎么了 婷婷 我看到一个人形 好恐怖 你说你看到什么 你说楼上有人是吧 有人 真的 有一个镇影好恐怖 在哪里 我们画面没有看到 我都看到了 在哪 现在 请跟着手电筒照射到的路线观察 放到画面后 观众朋友是否能更清楚看见婷婷口中所说不明黑影呢 这黑影会是灵体的显像吗 接下来 我们以定格方式观察 由于窗户外应该不容易让人站立 所以黑影突然出现 在此时也特别显得古怪 这次外景 除了Amy之外 多加了一个婷婷婷婷婷婷 你是之前这个建名选拔的时候 选拔出来了 对不对 这次是你第一次出演舞 你看到的那个画面之后 你有什么感觉 就很惊讶说真的有 就出现了 你之前有过陈丁江夜游晚上去探行的经验吗 没有这种经验 那你相信有灵界的朋友存在吗 我相信 你是什么宗教的 因为他好像之前是在国外念书 我没有特别的宗教 他就什么 就是什么人家讲他就相信 那你看到了以后 你的感觉还是只是害怕而已 就是害怕啊 他其实蛮胆小婷婷 就是说因为 可是他第一次出外景能够有那样的表现 包括他连就是不小心晃到了一个 他以为是什么样的东西 他都可以一下子就镇定下来还蛮不错的 这一间屋子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很乱 然后就是有 就一进去就有那种凉凉的风的感觉 然后就是会有一些那种石子的声音啊 木头掉下来那种就是有灰的那种 就是因为有那种声音 就轻轻的那种 就不会很重的声音 但是就轻轻的 仿佛明明之中有那种东西一直不停在移动 对 没错 你觉得景婷的表现 比你当初 刚出道的时候 怎么样 镇定多了 而且 比较像一个正常人 我以前 就是我以前很神经质 我最近好很多 这几年好很多 因为生病 你原本也是很胆小的对不对 对 超胆小 可是我讲真的喔 再大胆的人到现场都会变胆小 只是说我没有他这么镇定 我会歇斯低迷那种 不停乱叫 对 你觉得这个屋子 感觉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屋子喔 就是它 因为它主要被烧的地方 是在二楼的地方 被人家丢气榴弹 然后它这一楼的地方 其实是从上面烧下来的 所以我们刚刚一楼搜寻完之后 没有太大的感觉 那二楼是由它上去 那后面是我来做实验 我是觉得说 里面他们是说 有人好像要抓交替 里面有三个女生死掉 然后有一个男生是 回去自杀的 这就 其实我觉得里面的一个轮回 就很奇妙 怎么会有三个女生 是被烧死在现场 一个男生是当时在那边 好像是听说是卖毒品的 他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死掉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空间不只是 我们周围有人在走动 然后还有就是 天花板一直在跟我们作对 就是天花板一直掉东西下来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烧焦的关系 可能是在一个火灾的现场 对 那今天你拍到的那个 你觉得是 那三个女的还是那个男的 女的 我觉得就是那个 被吓要的那个女孩子 真的吗 可是你刚刚拍到 是白白的 就是通常在烧死的那种灵魂 应该是黑的 呈现应该是烧焦 他是黑的 他是头发对着我 我真的 就是头发那一面对着我 可是你为什么会这么确定 因为 因为我一过去就看到一个 好像很长很长的头发 很长很长头发 很长的头发 像这么 有他这么长吗 等一下 还是因为说二楼太暗了 然后而且有很多烧焦的东西 你会不会看错 就是说 因为都是这些木头黑黑的嘛 因为他甚至很确定是谁 他甚至很确定是谁 没关系 甚至是他 因为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去看 对 结果他抓到那样子的画面 问他老师 老师 挺挺讲的 情况到底如何 他那个现场看到那是一个火灾烧死的灵牛座 那只跟我们的摄影机 因为他是可能比较夜视的嘛 夜视的东西 你即使是黑黑的 他看起来会比较亮一点点 对 有的会变成白色 对 所以其实他真的就是一个火灾现场的一个女 那一般来说 像他这个女孩子 应该一般来说 他是怨气蛮重的 怨气蛮重的 那刚才他们讲了 Amy讲说之前那三个女的 是因为在火灾的时候死掉 后来那个男的 是因为三个女的当中 其中有一个是他卖了毒品 害了他没有跑出来 所以呢 再回到现场去自杀 那这个回去的这个男的 是不是被这三个女的 抓住 意志力所控制的 他一定要回来 对 我们一般在民俗上面 有一些 有一些情况下 某些人对 针对某些人 产生的怨念 会让这个人 产生他心里头一个犯 觉得他自己犯了这个罪 他觉得说 是因为我的关系 所以导致他们 有着死亡的这种情形 所以他就会回来 有这个自杀 想要赎罪的一个念头 老师你口中这个东西是 就是那些女生 让这个男生 是觉得有诡异的 对 但 教哥刚才的意思 我听起来会觉得说 好像是他控制他来 他是被控制的 对 被控制 被催眠的 对 其实他就一直不断在你旁边 就告诉你说 责任啊 你这样对不起他们 你要回到现场 你要自杀 你要跟他赎罪 然后他就不自觉的 就到这个地方 所以并非是催眠 所以你有发现 很多那种命案现场 都有 就是发生过死过人的地方 都有很多人去那边自杀 就都会选同一个地方去自杀 好奇怪 那个之前但是可能是 另外一个讨论的范围 可能是说 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什么 巨婴之间 巨婴的地方啦 要不然就是 零向地界的一个 什么交会的点啊 可是我们现在讲的是说 那 那三个女的 她已经到了零界了 她可能 比如说拿个指人 扎个小鬼 然后你说 江三 你做了错事 你一定要回来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害了她回来 她应该是直接去找她 啊 应该她都是直接去找她 然后叫她 就一直跟她讲 叫她 就是她 潜意识的被人家 一直听到那种声音 然后就不自觉到这个地方 就有点像上次碧檀有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 男生骗那个 骗她女朋友说 她们要一起 殉情 没有想到女生跳了 可是男生没跳 然后呢 那个女生呢 她觉得死得很冤枉 然后她就是 她有托梦给警察 然后警察就说 这件案子 那到底要怎么办 然后她的那个男朋友也不见了 她说不用 我会把她带的事情 我自己来接 对 她就 她就用不知道是怎么方式 反正就把她引到 她当初自杀那个地方 那个男生就跳下去了 就很怪 其实 具有这样子功利的人 最适合到警戒服 可是那也是这样子 说的案子 说的案子 只要借由她们 去这样子念烈 去摧毁 哎呀 虎林街的命爱 一定要破 回来吧 信一路的那个人 火灾 凶手出现吧 警察都不用出去外面 就只要都待在那个警察局里面 就可以把所有的案子全部搞定 不过她那个怨念是因为那个 往生者 因为往生者她基本上她 她被害死 她心有不甘 那种怨念 比较强 对比较强 是因为她的怨念 所以她是想帮她去 要去找到对方 OK 好 了解了 现在呢 我们已经在这个空屋子里面 拍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但是呢 不确定她是不是 我们要去找的 这四条人命 还是一些其他外来的灵 接下来她们会继续搜寻 赶快来看看 灵异之前的 诅咒之火 因为一场大火 而夺去了三条人命的西餐厅 究竟还隐藏了多少 不为人知的灵异事件呢 独自搜寻二楼的尖兵婷婷 认真地体验战利空间 可是你们看中间的地方 已经没有桌子 网搜性命的三名妙龄少女 会是灵人口中 言之作作的孤魁野鬼吗 婷婷在满目疮痍的二楼搜寻 又为什么尖叫声不断 广告后继续收看诅咒之火